好 剛剛何教授你有提到 日本企業是不會幫員工加薪 沒辦法加薪 對 所以就是 對企業來講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不能夠賺錢 我獲利的狀況不能夠改善 那我根本沒有能力來為 現在的這些員工加薪 換句話說日本的薪資停滯 這個問題還是沒有辦法改變 不過我們說到 提到日本很多人會說到 這個衰退的二十年 甚至失落的三十年都有 那麼日本經濟為什麼會被打趴 一蹶不振 我們要請教楊教授 就是很多人認為說 這個最大轉折點就是美日之爭 在一九八五年 每日簽署的廣場協議 結果造成日本經濟的失落 甚至大家認為是出現了L型 就是你完全就是躺平的 看不到任何的復蘇 這個才是日本經濟發展最大的打擊 而這個打擊一直持續到今天 那同時不只是廣場協議帶來的 對日元的這種點直的要求 同時也對日本那個時候 最為亮眼的半導體業的發展 然後予以像今天一樣對待中國 或者是對待我們台積電一樣 同樣的美國予以打擊 特別是在Toshiba那個事件之上 所以日本在80年代末的時候 其實廣場協議跟Toshiba事件 使得日本的貨幣跟它的科技 半導體這個領域 本來應該如果持續的發展的話 它可能會是一個叫做經濟霸權 那個時候有這樣一個可能 有這樣一個說法 當時那個時候還記得 日本的十元聖太郎 跟另外一個作家寫了一個叫 日本的第一名 那也因此使得全世界都覺得說 在冷戰要即將結束的時候 政治 軍事不再主導 而是經濟跟科技 那看租全世界的話 日本表現是最亮眼的 可是在當時在就是這個政治 經濟跟外交的壓力之下 日本政府屈服了 因此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倒是對於安倍經濟學 跟日本的社會 跟在座有點不同的觀點 因為我覺得你要跟日本的 這個過去做比較 以及要跟就是現在的各國 以及區域做這個比較 你才了解到日本是不是 真的是經濟走到一個 完全的停滯 或者是說社會已經悶到 就是說必須要用這個 土製首相來去暗殺前首相 我倒是覺得還不至於 因為以日本的這個經濟 我覺得安倍經濟學 不管怎麼樣 人家把8000變2萬點 對不對 企業賺錢 然後員工的分紅對不對 所以同時觀光業也開放 帶來這麼多的 就是說正面的服務業 以及行銷日本的效應 大家更了解日本 所以但是的的確確 他因為就是的這種量化寬鬆 自由經濟的這種做法 使得貧富的差距 越來越兩極化 可是他也採取了一些 我們很早能看到的 社會福利措施 日本全國15歲以下的小孩 完全醫療免費的 所以他們在社會福利這一塊 的確是做得非常好 對 東京都在下個月開始 到18歲 完全醫療免費 18歲以上 你如果去到一般的醫院 去看的話 那個費用還滿高的 如果你沒有適當的保險的話 我講的完全免費 連我們台灣的健保的 掛號費都沒有 那是什麼都沒有 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當然還是面臨到的 就是說出生率比較低 當然很多其他的因素 日本的社會學家 研究出很多的這些說法 我們有時候 不需要把它過於放大 如果你看看在台灣 在韓國 在中國大陸還得了 是不是 所以以現在這一次的 安倍被刺殺 我覺得這個山上 應該 我個人把它定義 叫孤狼式的恐怖攻擊 你就只是一起 個別單一的個案 它是一個孤狼式的恐怖攻擊 但這個孤狼是在 就是這個大的環境當中 如各位所說的 有它的這個社會性因素 結構性因素 以及經濟因素 但是這個安倍三之劍 你現在假設 如果沒有安倍 這8年的安倍三之劍 更慘 對不對 那你看股市 能不能夠到2萬點 能不能有這樣子的觀光 能不能夠日圓的貶值 然後造成就是說 出口的增加 不管怎麼樣 它現在平均 GDP還是將近5% 全球 佔全球的5% 同樣企業有賺錢 它也可以雇用更多的員工 對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對日本的理解 如果只是從一些名詞 來去做全面的推論的話 我覺得會有些失焦 這一次這個山上 它的確確 現在等待進一步的訊息出來 可是我覺得它比較像是 孤狼式的恐怖攻擊 當然這個孤狼式恐怖攻擊 它背後的社會經濟因素 最早開始了 連續的30年的不景氣 是一直造成今天 整個日本經濟社會的 這種沉悶的關鍵原因之一吧 好 安倍晉三 在昨天被槍擊聲 往上的議題 在昨天晚上 從奈良回到了東京 而國內 其實總統蔡英文 在剛剛也宣布 中華民國在今天 是降半期來表達哀悼 8號深夜 大批違安人員 跟媒體記者 守在奈良的醫院門外 等待著要將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的遺體 移臨回東京 而她在殷傷眾 宣告不治後的幾個小時內 多國領袖也先後 表達哀悼 除了鄰近的南韓 美國總統拜登也發表聲明 表示感到震驚及憤怒 並說這是日本和所有認識 安倍晉三的人的悲劇 強調她是美日 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 友誼的捍衛者 就連因為俄乌戰爭 以及領土爭端 而跟日本關係緊張的俄羅斯 都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時間 表達哀悼 拉夫洛夫轉述 俄羅斯總統普清認為 安倍晉三是真正的愛國者 是許多國家沒有的政治家典範 強調她的離世是重大損失 而作為日本的特別戰略 及全球夥伴 印度總理莫迪更是一連發了多則推文 回憶自己與安倍之間的友誼 並宣布九號為印度全國哀悼日 各政府大樓的國旗降半旗 當天也不舉辦官方歡慶活動 對於安倍遇刺身亡 總統蔡英文是在剛剛也說 國內會在十一號下個禮拜一的時候 會降半期來表達哀悼 我們要再請教何教授 我們說到這個安倍晉三 其實他過去挺台 其實也算是蠻高調 甚至大家也覺得說 他會不會是北京的頭痛人物 不過他當首相的時候 基本上他也一路的 還是有極力想要去修補 跟大陸之間的關係 他在2012年一上台之後 就如同他在2006年 那時候他第一次當首相 他兩次當首相 事實上都是在做 中日關係的一個改善 所以昨天大陸駐日本的大使館 孔玄祐他代表大陸 對安倍遇刺身亡 他發表了一個非常簡短的聲明 事實上他們用字也蠻精準的 他就講說他安倍在任期間 基本上也等於是自律於 中日關係的發展 所以就是說 特別強調是他在擔任 日人首相的期間 但是他卸任之後 他確實在整個東亞的安全上面 經常不假辭射的 而且他就全部都用白話文 以前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他自己當首相的時候 他也不會這樣講中國 他經常是指著凸子罵和尚 他們比較敢點名的 大概就是金正恩 那個就是點這個北韓的這個名字 但是這個我們都知道 事實上他也這個 在講中國大陸 可是他為了要這個 把中日關係維持在一個 至少是雙方能夠講話的 這樣的一個局面 所以他當時 事實上他也蠻技巧的 我們看到就是說 他同步的在兩岸之間 他都做了關係的一個改善 事實上安倍在前面 馬英九總統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跟日本的關係 這個也大有斬獲 我們那時候看到 就是說台日漁業協定 還有這個 我們跟日本之間的 投資保障協定 那時候我記得這個 當時這個 楊永明老師在政府裡邊 他弄了一個台日的 這個特殊夥伴關係 所以那時候把整個台灣 跟日本的一個關係 事實上也處理得蠻好的 呼籲就是兩岸之間 要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 但是就是說他似乎 這個表現出比較挺台灣 當然從大陸的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可能會認為 美國基本上是 是同樣的這樣的一種方式 換句話說就是 拿著台灣的這個問題 然後在中日關係裡面 這個麻煩 所以大陸當然這個 可能對安倍卸任之後 會不太喜歡他 不過相對的 我們台灣基本上這個 對於安倍首相 像整個就是說從他在任 歷經馬前總統 到現在的蔡總統 我想這個應該都是覺得 這個安倍應該是一個 這個蠻理解台灣 而且是挺台的 這樣的一個日本的政治家 好 我們說到這個安倍晉三 他除了是日本在位最久的首相 但是他也是最有台的 我們今天要請教陳主任 就是他現在過世之後 大家就會說這個未來的路線 會不會有做一些修正 就是安典文雄的話 似乎不會像他那麼挺台 現在各位要關注的是 日本正在辦商禮 叫不叫國上另外一件事 所以現在會有通業政治學 日本人日本人過世之後 是不看日子的 馬上就處理完 所以現在所有的 包括跟他相關的 親人也好 朋友也好 政治上的盟友敵人 全部都會去 會在東京的某個地方 應該知道是什麼地方 會辦商禮 所以誰去發表什麼樣的談話 都可以 包括外國人 台灣大概也會有團過去吧 雖然是疫情期間 所以所有的發言 某個議員來說 對於台灣而言 說不定安倍晉三的過世的意外 安倍事件 我們直接就講安倍事件 相當程度仍然 當然不是他的本意 仍然在替台灣拚外交 所以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日本安保有事 這一類的話會在晚進 不斷的被提起 另外影響到當然是 明天就要開票的參議院選舉 參議院選舉的重點 大概只有一個吧 志工或者是日本維新 加起來的人數 就是修憲集團 想要修憲的集團 有沒有辦法超過 三分之二的提案門檻 這個會關係到周邊國家 當然對於台灣的安保 也有一定的影響 而這部分是我們必須要更關注的 如果直接回答您的問題的話 對台灣一日關係 有什麼影響的話 對台灣的看法裡面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不是說他後面的人 繼不繼承他的愛台 或親台友台政策 而是另外應該 從更大的框架來看的話 台灣跟日本這樣的海洋性的國家 已經定調了 因為中俄的聯合實在太強大 用太不太好 但是已經放在那邊 所以更大規模的 包括北約也進了東亞 東亞也參加了北約 所以全球的安保系統變得不分區域了 已經跟經濟系統一樣了 經濟系統的全球化 某一個程度代表那件事 所以現在連安保系統 都相當程度的全球化 但是又分成了路跟海的那一邊 那台灣是哪一邊必須自己定位 必須自己了解 否則會出問題的 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好 這次的安倍事件 我們要請教院教授 當然他牽動的就是明天馬上要登場 這個參議院選舉的結果 馬上就要開票 所以你認為說接下來 這個台日之間的這個關係 是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嗎 我覺得說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這個講法目前為止的話 我不認同 因為我覺得 因為大家要了解 安倍被刺之前的時候 我們的謝代表才剛正式邀請他來台灣訪問 因為他卸任了 卸任的話他本身 原本他今年是有 可能會有訪台的計劃 非常非常有可能 就是你看 就是我們這個陳主任你講很清楚 因為這個卸任的元首 就是美國或日本的卸任元首來台灣的話 你比較起來的話 安倍他具有的意義象徵性特別大 第一個就是非常友台 否則的話我們為什麼要禮拜一這樣半期 就感覺到很遺憾 第二個的話 他說過那句話 就台灣有事等同於日本有事 大家很多的哈日族都期待這句話 年輕人興奮得不得了對不對 然後第三件事情 他是推動修改憲法 這個日本的憲法能夠修改 這不是普通的事情 這不是一個國家光選舉 他裡裡外外都要打點打通關節 對不對 你說一個二次大戰鬥有原罪的國家 現在要把這個和平憲法改變的話 哪怕任何一點 剛剛陳主任講了 就是說這個憲法 如果說通過三分之二的這種提案的話 東亞國家的話 難道哪一個國家心裡 沒有這個歷史上的記憶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問題上的話 那就更不要講中俄兩國之間的話 面對著這種發展的這種瞬息萬變 所以我覺得安倍昨天被刺的消息 對全世界 對東北亞 甚至對台灣 他的影響都非常深遠的 現在他不能來了 不能來以後 他如果來了以後 再講類似的話 那真的是打了一劑強心針 對不對 就是說台灣人 台灣人自己要面對選擇 但是他現在不來以後 說句良心話 我覺得我們不必馬上面對 他有可能說什麼話的問題 因為台灣實際上都是處境上的 因為台灣實際上來講的話 也非常清楚 就是我強調 大國他們當然都是講實力的 小國的話 原則上是講利益 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說什麼對我們有利 什麼對我們無利的話 心裡要明白 安倍現在這個講法的話 在任的時候啥也不說 卸任的時候說得比誰都狠 你仔細想想看 這個前後的過程當中 代表了含義 所以我覺得 蔡英文總統應該是滿難過的 是真的很難過 因為藉這個機會 原來是可以炒作的 現在就失去了這個機會 這個是太突然的 真的太突然了 我幫忙請教楊小明教授 就是鋼鐵道 很多台灣人會覺得 這句話聽到好感動 他曾經有講過就是說 台灣有事的話 就等於日本有事 他所謂的台灣有事 其實指的就是 大陸武力犯臺嗎 他這個話是有一點激勵 就是說在台灣這邊比較傾向 就是加強就是台灣獨立 或者是說跟兩岸之間的對抗 以及跟美國之間的結合 但是這個邏輯上 其實在日本自己本身 第一個國內法治 第二個美日安保這個體制上 其實是有跳躍的 因為他人已經過去了 我們這個不方便直接批評他 但是還是要指出一些事實 他這個跳躍就是 台灣如果發生了這個軍事的衝突 兩岸的軍事衝突的話 要斷定從日本的法治 跟美日安保的體制而言的話 日本會不會參與或協助 或者是提供任何的援助的關鍵 其實還是美日安保 那美日安保的這個關鍵 還是華盛頓的決策 所以台灣有事 美國決定有沒有事 日本才會有沒有事 但是這個話講起來 就變得很複雜了對不對 而且不是很多人想要聽的 因此 可是如果你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 台灣 台海如果發生戰爭 當然會影響到日本 如果你從一個一般性的這個概念 非美日安保或日本的 這個法律的體制而言的話 任何地方現在惡務戰爭 也影響到台灣也影響到全球 如果這樣子的一個論述的話 其實反而它是用來拉近 台灣跟日本之間的關係 或日本應該關注到 台海的這個情勢 那就不一定是所謂支持這個台獨 或者是說這個期待 就是說美台關係的這種緊密結合的人 一般的人也都應該能夠理解 也就是說台海如果發生戰爭 其實對整個亞洲都不好的 它這樣的一個兩個訴求 一種是在美日安保之下 因為它過去其實是 它一手推動日本的新安保法 2015的新安保法 裡面有一個小門 叫做集體自衛權 但是似乎可以從這個集體自衛權 來去日本派兵或援助台灣 如果發生軍事衝突 但它有個關鍵 其實還是要透過美日安保 以及一些很嚴格的 它法律上的限制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小門 是不是就可以使得 在美日安保體制下 台灣如果發生這個事情 日本一定要派兵協助 這個理解就可能太跳躍了 應該這麼講 但是一般的這種認知的話 當然發生的這個戰爭 對整個東亞的影響都會存在的 所以看你從什麼角度 我看待它這個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它已經不是在任的 你要知道日本政治人物 它不是在任的時候 跟很多國家一樣 所以它這個發言 其實沒有太多的政策影響力 可是關鍵是 它是親和會 或者是現在安倍派的領導人 所以它變成比較算 是一個後座駕駛 我們叫backseat driver 也就是對於岸田文雄 現在的這個內閣 可以做指指點點 或者是說施壓 那你就看到他弟弟 繼續的做防衛大臣 這就是一個因素存在在那邊 因此剛才陳老師也講得很對 其實當安倍的因素 當安倍派的因素 開始變得不是那樣子一個 後座駕駛的壓力這麼強的時候 岸田的施展的空間 就特別大了 所以我就昨天很佩服岸田 中午的講話 就是流的眼淚 當然政治也是一種表演 對不對 當然我想他當時的情緒 一定也是非常的激動 可是就政策面而言 他的確確是比較 少一點壓力 可是換一個角度 因為安倍死了又這麼戲劇 然後這樣子的引起全世界的這種關注 安倍派會不會想要去完成他的遺制 他的遺制有什麼 就比如說對於日本的軍事的強化 這個時候軍事預算是不是要增加 就比如說修憲 所以會有修憲 大家會比較擔心 我個人是比較不擔心修憲的問題 因為就算要修憲 你看過去安倍在的時候 日本自民黨內部所談的修憲議題 也只不過是把日本自衛隊 改名叫日本國軍 他不會去動第9條的第一項第二項 也就是和平 可以參與國際的一些軍事 也就是和平條約的實際上的內容 他最多也就是 自民黨已經在談 但內部的談的 也就是把自衛隊改回日本國軍 但即使如此 都不敢去動修憲的 這樣子的一個啟動 安倍在的時候 事實上是破三分之二 現在看岸田會不會做這個事 我覺得不會 岸田基本上這個立場是不太一樣 公民黨的議員 根本不可能會支持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所以然後 像這一次明天要投開票的參議員 有七成還是反對 修改放棄日本的非核三原則 因為他們在討論就是說 是不是日本應該要擁有核潛艇 像學澳洲那樣子 但是對這個基本的原則 還是大部分 你看到反映的是日本的這種 就是和平主義 不管是在民間 然後在媒體 還是說在就是政治人物 因為這一段時間 中美的對抗 使得我們在台灣 比較多的接收是來自於日本 比較右派或者是說 右傾的這些媒體或者是記者 然後政治人物的這些發言 可是在日本這裡面 他們這些發言也很凸顯 也很凸顯 也因此有網路右翼的這種情況 會出現 我就不知道這個山上 是不是受到網路右翼的影響 但網路右翼影響 去打安倍幹什麼 對不對 這就比較讓人匪夷所思的 所以實際上日本的真正的情況 他大多數的主流 我覺得還是維持在那邊 只不過是在大的環境 中美對抗的環境當中 有一些比較尖銳的 比較是批判中國的 然後支持台灣的 這種聲音又出現 又讓我回想到90年代 90年代 我們那個時候 要去接收日本的時候 剛好相反 他們會覺得說 跟台灣接觸就是反中 你知道嗎 所以不太願意跟台灣做太多的 一些主流的學者 或者是媒體或者是政治人物 不太願意去跟台灣做太多的接觸 因為那時候日中關係相當不錯 從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 都是如此 其實一直到應該是說安倍的時代 都是如此 當然中間發生了一些示威 尤其是2003年 上海的就是說反日示威之後 那個時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說 跟台灣接觸就是反中 現在似乎有點倒過來 現在似乎有點倒過來是 你去接觸太多中國 你就是反台 反台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反美 有一點這樣子的一種氛圍 可是實際上整個日本的 主流的和平主義 跟他們自己了解到自己本身的 國家利益 我覺得還是這個主軸 你看這一次的參議院選舉 我覺得這次參議院選舉 是自民黨會勝出 因為他本來就預期是會勝出 因為現在再怎麼勝出 也不可能太多 因為提名人都提名出來了 所以大概的情況是 到底安倍的死亡是不是代表 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 但會不會說 這個日本會從此不一樣 可能有一點比較跳躍的思考 你剛剛提到修憲 其實還要再做觀察 另外不過你剛剛有提到 這個俄武戰爭 其實在這次俄武戰爭 是不是日本人 他們真的也有被嚇到的感覺 他們會覺得說 是不是自己的國家要自己保護 陳主任 我嗎 好幾個層次吧 首先 日本跟臺灣立場有點像 被動的 比如說今天 臺灣的跟美日的大接近 這個不是臺灣自己拿到的 臺灣什麼都沒做的感覺 但是自動拿到 這件事情是因為中國問題 中國讓臺灣拿到這些事情 否則你很難判斷 美國為什麼在今天 或在今天之前 跟臺灣的大接近 日本也是一樣 包括安倍金山 所以日本人有點像cosplay 對不對 回到你的問題 就是跟俄羅斯之間的問題 不好意思 日俄之間問題沒完沒了 直接講的話 日俄決裂 這個當然是因為日本完全 往美國那邊靠 或是往美國那邊靠 這本來就在那邊 海跟路的區別 不過就是這麼一件事而已 日本一定在那裡 只是現在明顯化 但是比如說跟尼克森訪中 到今天50年左右 50年左右 現在美國人終於在前幾年的 潘勢演講裡面 潘勢演講應該是2019年的樣子 2016年 更少一點 10月10號的潘勢副總統的演講 全部把中國 對於中國的美國政策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失敗 全部講清楚了 到今天那個基調還沒有改 雖然已經正常輪替了 所以是因為那樣的狀況 然後裡面潘勢演講裡面 另外一個重點是 不斷的褒獎臺灣 對不對 後來的G7或者是 每日的對談 世界的大國的會議 全部都會出現 臺灣那一下問題 所以這個不是臺灣做的 不是蔡英文民進黨政府的功勞 是自動的世界死亡這邊靠了 而最近的日二之間 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沙哈林一號跟沙哈林二號 特別是二號的問題 俄羅斯終止了二號 收歸國有 但是一號沒有處理 因為一號的投資的對象裡面有印度 二號是日本 只處理二號沒有處理一號 所以這個非常清楚 不去動印度 但是對於日本要教訓你一下 雖然現在日本跟俄羅斯哪一邊是大國 哪一邊不是大國不太知道 但是兩邊兩邊兩邊的角力裡面 俄羅斯日本對俄羅斯制裁 日本是跟著美國對俄羅斯制裁 跟著G7對俄羅斯制裁 俄羅斯用自己的力量 你跟我有相關的 以前你是要讓我起來 維持好的關係 讓俄羅斯也捲進世界的經濟體系裡面 這跟美國對中國政策一模一樣 但是經過了數十年之後 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 如果事實上認為失敗了 所以變了 現在是因為美國日本變 還是中國俄羅斯 中國俄羅斯沒變過 而台灣小國中的小國 在這樣的潮流裡面 小國中的小國 在這樣的潮流裡面 別人需要我們 要死不死 在現在的供應裡面 台灣又出現了台積電這樣的 如果就每日的說法的話 世界上的高階的半導體 竟然90%控制在台灣的一家公司裡面 怪怪的 這本身怪怪的 有它的背後 研究企業史的人去處理 但是事實是這樣 所以在這樣的事實裡面 台灣全部是被動的 所以我常常講這句話 但是大部分人仍然聽不懂 現在院老師可以處理一下 我又被點名了 也就是說台灣什麼都不做 台灣可以放棄主體性 或在不知不覺裡面 放棄了主體性 但是世界往台灣靠過來 能不能持續不知道 所以說這是世界史的依托 還是世界史的必然 對於台灣史的發展而言 這個要請院老師說明 我說明了 不過我們說到 這個日本的政局變化 其實是牽動全球版圖的 不過我們說到這個 安倍現在理事之後 請教賀教授 就是接下來自民黨之間的一些 派系的一個可能分歧 會不會浮上檯面 當然現在就是說在選後 不過我們剛剛提到修憲 修憲當然要在國會裡面 這次選後 參議院會不會得到修憲所需要的 事實上他們的修憲門檻很高 在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戰敗之後 美國人幫日本弄了這套憲法 壓根不想讓日本人去修憲 所以我經常開玩笑講 就是說他們雖然有一個修憲的 這樣的一個條款 任何的憲法都會有 可是基本上 他根本不希望他真的去修憲 當時就是把日本憲法把它給鎖死 所以日本憲法是全世界 最難改的憲法 他是剛性憲法中的剛性憲法 所以就是日本基本上 這個自民黨討論修憲 已經討論了二三十年了 日本他們在兩千年那個時候 大概是在申喜郎 現在很多人都忘記他了 申喜郎當首相的時候 他就推出了一個黨版的一個修憲案 可是那個黨版的一個修憲案 那個不只在日本自民黨裡面 還缺乏共識 更何況就是說他們在兩千年之後 都是所謂的自民黨跟公民黨的 這樣一個聯合政府 那公民黨基本上 他在這個政府裡面 他自己也講白話文 這有人質疑 他就說你跟這個自民黨之間 根本在價值上面 在意識形態上面 是對立的 是南原北側的 那你為什麼還要跟他執政 那公民黨的態度就是說 我作為一個不大不小的黨 他事實上他是一個小黨 但是他小的恰到好處 就是幫自民黨去提信討 就是這個他們在參議院裡面 經常沒有辦法獲得過敗 所以加了公民黨之後 那可以這個讓他執政穩定 那不過就是說這個公民黨講 我如果做一個在野黨 他說我無足輕重 我的這些主張 也不太能夠這個發揮作用 但是我如果跟這個 自民黨一起執政的時候 我可以作為一個煞車 所以就是說未來 當然這個如果 如果在這個事件之後 在大阪地區或在整個關係地區 因為奈良在關係 那個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民意的 這樣的一個這種改變的話 那我覺得也不見得是自民黨 會獲得好處 反而是一個比自民黨更右的一個黨 就是說日本維新黨 日本維新黨跟自民黨之間也蠻好玩的 他們似乎在意識形態上面 比較是偏所謂的這種這種這種右派 甚至於有人認為日本維新黨 是所謂的右翼 不過他們在整個這種這種這種政治的 這種基礎上面 他們是競爭的 那所以就是說對岸田而言的話 如果如果這個日本維新黨 他的席次擴增的太多的話 他會壓縮到自民黨的這個席次 那但是對岸田來講的話 他要顧自己 我最好是在改選的這個這個一百二十五席裡面 對不對 我能夠單獨的過半 這代表民意對我的肯定 那至於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這個這個安倍的這個派系 當然安倍這派系跟現在的所向岸田之間 當然在黨裡面是有競爭關係 但現在安倍派也是我們要注意的 就是說他黨內已經沒有大人 他的派系裡面沒有大人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說如果要找到一個 有這麼好的這種政治能量的這種 這種大人物來接掌派閥的話 那基本上現在找不到 因為系田已經被派去當議長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大K今天要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訂閱已經突破十萬人 那希望大家持續支持我們加入訂閱 成為我們財經大白話的議員 一起在股市中成長 不管你是財經小白還是 投資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 一樣長